各位小朋友 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成语故事是 《农巧成绝》 话说北宋时期 有位很有名的画家叫孙芝眉 有一次成都的寿宁寺 就请他为寺院画一幅画 他画好草图之后 因为有事要外出 就把学生找来了 就说 你一幅画 草图我就画好了 剩下颜色的工作 你们几个人跟着做 一定要做好啊 孙芝眉走了之后 学生就准备帮这幅草图上试 他们忽然间就发现 图中菩萨身边 一个侍从童子手里 拿着的水晶瓶是空的 一个学生就说 老师平时画瓶 总是会在瓶上 画一束鲜艳的插花 这次可能你太匆忙了 不记得把花画上去 不如我们帮他补上吧 其他学生都很赞同他的意见 于是他们就在水晶瓶上面 很用心地画上了一枝粉红色的莲花 到第二天 孙芝眉回到家 看到菩萨手里捧着那个瓶里 居然有枝莲花的时候 就很生气地叫起来了 道经当中说 这个菩萨水晶瓶不是要来插花 而是要来争扰伏水 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花花草草 如果加上了花 这个瓶就不是神气 而是一个普通的花瓶了 你们真是浓口成绝啊 说完而已 孙芝眉就把幅画试囊了 吓得学生 个个都头哒哒不敢出声啊 这个就是浓口成绝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做事要认真 不要靠一些小聪明 否则就会做了疯事了 又或者会把事情搞到不可收拾 小朋友 今日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